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这样的 我有一个领带 落在咱们这儿了 可以帮我记一下吗 好的 谢谢啊 林熊 好 感谢你来到我身边 成为我一生的挚爱 人一辈子陪伴一个人 想想都觉得挺可怕 可那个人偏偏是你 我觉得一生怎么能够 我想将我的一生都交给你 你愿意接下来的余生 和我一起分享喜怒哀乐 你愿意成为我挚爱的妻子吗 我不愿意 我愿意感到很高高的地儿 我愿意感到很高的地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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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感到很高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多亏你们这些朋友口口相传 帮我带生意 其实刚开的时候生意不怎么好 可是这几年啊 生意真是蛮好的 主要大家的观念也变了 我刚开店的时候 都以为我开了个典当铺 那个时候啊 大家都觉得 要不是揭不开锅了 谁当东西啊 其实呀 我这儿就是一个二手的交易平台 不喜欢的东西拿来 喜欢的再带回去 亲爱的 我跟你讲 我来了两块股东表 绝版的这收回去绝对升值 有点眼熟是吧 健身房的江喜 你认识的 他送过来的 还蛮好看的 她是你这儿的常客呀 常客是常客 不过她的情况跟你可不一样 就她那点工资 天天买奢侈品 你说这可能吗 不是说是她男朋友送的吗 肯定是有人送 但是不是正经的男朋友 我就不知道了 就这俩包 这是她拿来的 要我说啊 这男的门槛老金了 买的都是一线设施品的 基本款 入门款 价格不贵 但一看就是大牌 这种伎俩 也就骗骗小姑娘 我给当设律品赚钱 你给当设律品赚钱 这倒是实惠 什么实惠啊 要我说就是缺钱 你看看 谁都不容易呀 我跟你说呀 这些年轻女孩的办法多着呢 有钱人只认识标签 也不看细节 反正那些男的肯定看不出来 把新品放在我这儿 再背一个这样的包回去 这唱戏不是要唱全套吧 要不然就穿帮了 我也是好心提供服务 有时候想想也真是 你说这些小姑娘 也只有年轻漂亮这点本钱 要小心翼翼地陪人笑脸 到头来也就是赚了几个包 几件首饰 要不是缺钱 谁遭这个罪呀 表面看上去光鲜亮丽的 其实也挺不容易的 他们也有什么可不容易的 明明可以找一个相当的男朋友 就算再缺钱 也可以凭自己的本事吃饭 但是他们呢 偏偏要去偷别人的 要不劳而获 这不是不容易 这是坏 对对对 就是坏 这小三破坏人的家庭 这种人啊就应该千刀万挂 不得好死 你今天带了什么东西来啊 要不要我帮你看看 这个看起来也就四五十分 确实有点小 这目测看品质也应该不算好 那个时候刚毕业就结婚了 事业刚起步没什么钱 这是你结婚戒指啊 婚姻都不要了 我还要戒指干什么 不如换点钱老婆开心 那就是贫困山群里头了 车表计划带来看一看吧 来看一看吧 帮助品质山群里头 这个很好看啊 帮助品质山群里头 那我先来这儿就行 对对对 好 谢谢 那我拿走了 好 随便看一看吧 春苗计划 这个挺好看的 看看那个也可以 资助苹果山群里头 春苗计划带来看一看吧 资助苹果山群里头 春苗计划带来看一看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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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凤琪 谢谢 你叫什么名字 其实从我第一眼看到你 我就知道你迟早会成为我的客户 依附行婚姻 自身受教育成终良好 南方事业有成 结婚多年 方方貌合身理 其实这几年我记得案子 有一半属于你这样的 行 行 坐吧 行好了 既然决定了 那就说说你的诉求吧 孩子的费用权 财产方面该属于我的 一分不让 你现在自住的房子 是你公婆的名字 当初结婚的时候 梁家出了装修费 可是这六七年间 房价大幅升至 装修却属于持续贬值的状态 如果你现在离婚 你只能获得一些 折旧严重的家具跟家电 这套房子跟你没有任何关系 婚后财产呢 理论上是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的 但如你所说 你丈夫已经把共有财产 转化成私有财产 当然 这需要我们花时间去举证 另外 除了有形资产 婚姻中还有无形资产 无形资产 那这个指的是吗 一个人在社会上 想实现财富 地位 民生等因素的资深价值 在婚姻中个人想取得这种无形资产 并不仅仅可以依靠资深的力量 还有靠配偶 在家庭劳务中的付出 虽然现在法律上已经承认家务 劳动的价值 可是在具体判决当中 赔偿金额往往不进入原意 所以财产方面 目前已知的信息 对你是很不利的 那孩子呢 孩子抚养权呢 考虑孩子抚养权的原则 是看谁对孩子的成长条件更有利 而出轨并不是法律认定 其中不适合抚养孩子的情况 换句话说 如果魏明能够证明 他可以给孩子提供 更好的成长条件 也是有可能获得抚养权的 其实 现在根据你的情况 你已经有四五年没有收入了 孩子判给南方的可能性 不是没有 我跟他谈牌 我们坐下来谈判 谈判 是要看彼此手中 都握着怎么样的牌 那我没有牌呀 那难道说他出轨 然后最后精神出户的是我 我知道这对你来说很难 但是也不是没有办法呀 所以这才是你今天 来找我的意义吗 我建议你 先按名不动 第一 利用这段时间去找一份工作 来证明你有足够的收入 可以抚养孩子 第二 摸清楚你先生的财务状况 并尽可能保留相关的证据 第三 搜集他出轨 和转移婚恋财产的证据 证明他才是婚姻破裂的过错方 这样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据优势 离婚 是一场心理和技术的较量 你不要过分地惧怕对方 也千万不要小看自己 为什么 外派的机会非常难得 通常外派之后就会被晋升 况且你无论到任何一家公司 这次的经历一定会是你 职业生涯中的重要倍数 为什么要放弃 因为我的人生 有了一件值得我全力以赴 去做的事情 我有了孩子 当我抱起他的时候 我感觉 好像这个世界的其他颜色 都变得暗淡了 我愿意为了这个小家 做出这个选择 我充分尊重你的决定 但是我希望在若干年之后 你不会为了今天的决定 而感到后悔 因为人生不止这一种可能性 这次的机会非常难得 我希望你能够慎重 谢谢你带领 人生不止一种可能性 但我相信 无论我选择哪一条 我都能到达理想的彼岸 中午有空吗 咱们见个面 聊聊未明 行 时间地点拟定 您的咖啡 别吓到了 其实 你之前说得对 在不为爱的婚姻 和渐行渐远的丈夫当中消耗 结果 无非是浪费时间 所以 我不打算再继续浪费下去了 那所以你的意思是 我想离婚 但前提是 我必须要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我一个和社会脱节了这么久 经济不独立的家庭主妇 想要挣托孩子的抚养权 根本没有胜算 更何况 卫明已经留了后手 这些年陆陆续续地转移婚后财产 即便我拿到孩子的抚养权 我也没有办法维持孩子现有的生活水平 钱 我之前可以不计较 但现在为了孩子 我必须要计较 那你的意思是 我希望你可以和我一起 从卫明手里 拿回本来都属于我的财产 帮我拿到离婚的主动权 你凭什么会以为我会跟你一起 咱们可以互惠互利 我拿到的每一分钱 都有你的一份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去 即便是我出去 你也入不了局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 非常地荒谬吗 还有一点 你带的手链 背的包 都是二手的 以我对卫明的了解 他最爱面子了 摆在明面上的东西 还不至于买旧的 关你什么事啊 江戏 你缺钱 你别介意啊 我针对的人是卫明 不是你 我已经不爱卫明了 我已经不爱卫明了 所以我们之间不存在敌对关系 不要把彼此推到对立面上 最重要的是 你正好可以利用这次机会 验证一下 卫明到底对你是不是真心的 我的这个提议 你可以慢慢考虑 不用着急给我恢复 我还要去接孩子 下次再聊过 你就不怕我把今天谈话的内容 告诉卫明吗 要是没有十足的把握 我也不可能来找你 咱们三个的关系 总结起来很简单 卫明劈腿搞婚爱情 你插足祸坏我的婚姻 而我 从头到尾就是一个受害者 你不觉得你的离间计 非常地荒谬吗 你到底想没想清楚 我们两个的关系 我的目的 是要让你出去 即便是我出去 你也入不了局 上班时间 这边汇报明天会上游泳 是哪儿 魏总 我这儿有两份文件 要找您签个字 一会儿拿我帮我手 好 这要是撕破脸的话 你跟魏迷嘛 于清于礼都讨不到便宜 更何况 你对魏明的感情 也没那么自信啊 真要是出了事 他未必会站在你这边 您看啊 这里是不是魏明给你们买的 那个别墅区的小区 这吗 对 就是这 对的对的 正好好像东面是有一个 满大的森林公园 明明那个朋友讲说 以后我们早上什么 去打打太极拳呀 跳跳广场舞什么的 还都挺方便的 但他肯定没跟你说啊 在这个小区的西南方向 就是这里 要盖一个大型的传染病医院 传染病医院 对 而且这个传染病医院 还紧挨着你们这个 别墅区的小区 你看 虽说爸妈 你们不是什么多事的人啊 但是你想啊 你每天在这个医院门口 走来走去的 岁数大了 确实是有点不安全的 林霜 你说得对啊 我 我们不想看到那些病人 我吓得我被他们吓死了 林霜 你这个消息从哪儿来的 可靠吧 可靠啊 这是网上刚刚发布的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这个小区啊 突然多了很多 急于出手的低价房员 那这个房子我们不能要了 谁敢去住啊 那明明肯定是被人家骗了 完蛋了 钱都付掉了 是啊 怎么办啊 我今天给魏明打电话了 他那个朋友啊 确实是没跟他说 要盖传染病医院的事情 所以呢 我会以合同旅行瑕疵为由 跟开发商申请退房的 好啊 好啊 退了好 退了好 还好林霜发现得及时啊 要不然我们成面大头了 还好林霜发现得及时啊 买了一瓶好酒 一会儿见 今天太累了 没心情 我没带伞 看出来了 我今天要去方舟面试 我能蹭一下你的伞吗 我这个妆花了两个小时 我要是零花了 我今天就面不上了 面试靠的是实力啊 你不知道 我这个人学历不突出 也没什么工作经验 但是我是有优势的 我最大的优势 就是我这张脸 这就是我面试 最大的资本 你还挺自信的 我们小地方的人 自身条件不好 所以啊 我抓着那么一点点机会 我就要努力 在大城市站稳脚跟 来 伞拿着 宋你了 谢谢啊 我还要遗了 到底要遗留 你是马上lles 你也不遗留 我怕老是家 你也不遗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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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只好 你 你这个技术 你用这么好的枪有什么用 笼笼 你用这么好的枪有什么用 姐 姐 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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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们在A在B呢 缺A了是吧 走走走 缺A 缺A 小东里一个 小东里一个 只有简单的新媒体运营经验 品牌宣承的营销策划的案例 都很有限 学历和工作经历 也根本不符合咱们方舟 这次的招聘标准 真不知道这A是怎么适选建立的 形象还是不错的 好的形象 能给人以深刻的印象 就让他负责渠道吧 还有广告业务 以及线下的合作 你们觉得呢 下一个 卫总 不好意思啊 我 我刚知道 你是成品部总监 对了 那个伞我还给你 伞送你了 好 一会儿好好工作 谢谢你 我一定会向你证明 我除了形象好 也会有实力的 你的野心我看到了 实力 还得你自己努力 有鹰的名字吗 在方舟要对接外企 我有 我叫Mary Mary 这个名字不太适合你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 我帮你取一个 我不介意 就叫 Camilia 穿茶花 人如其名 下次咱们约着打球啊 好啊 好啊 您今天也没怎么喝 征许我们早日合作 魏总多费心了我了 好 好 好 走了 魏总再见 再见 再见 明天一路顺利啊 快见 快 进去 魏总 你没喝多吧 喝是喝了点 当时没喝多 你着急回家吗 我不着急 不着急的话 我们去走走 有的时候 真不应该把自己逼那么紧 是该好好放松一下 不用去想烦心的工作 也不用去想继效啊 也可以不用参加刚才那种应酬 您就是工作压力太大了 您应该好好回去睡个觉 好好休息一下 压力大了连睡觉都成了一种负担 我还真的很久没来这江边看过 这夜色真好 主要是由你相伴 静歇 你知不知道 你有一种神奇的力量 在我看来整个方舟都是黑白的 只有你 是其中那股最亮的颜色 你为什么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 你已经有家事了 我没想到 我和你的关系 会走到现在这个地步 对不起 是我太自私了 是我伤害了人 让你陷入到这么难堪的境地 我跟雷霜的婚姻早就名称实亡了 我跟雷霜的婚姻早就名称实亡了 离婚只是时间问题 我爱的人是你 相信我 我会对你好 但是如果现在 你选择特殊 我也尊重你的选择 你什么战绩 你这什么战绩 你看看我 江海 这是什么你那边好 江海 啥 你能不能把碗洗了 回家吗 往上往上打完这把的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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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病吧 你在家里干什么呀 家里什么都没有了 那冰箱里都臭了 鸡蛋也没有了 你不知道吗 鸡蛋没了你买啊 你冲我发什么 我有病 是 这家里是什么都不需要你问 都是我 江海 你毕业多久了 你是我亲弟弟 血浓于水我是该养着你 我供你吃供你住 我不能连卫生也帮你打扫了吧 我闲着了吗 我闲着了吗 我天天在家 我研究创业项目 我找投资 我就告诉我 我想放松一把我打把游戏 不可以吗 你找投资 你创业 你不要再自欺欺人了好吧 你花的每一分钱都是我的 你就骗你自己吧 江海 我拜托你 你能不能让我省点心呀 你少看不起人我告诉你 我跟你说啊 我这几个项目 随便哪一个成了 那都是商议的盘子 我花你这点钱算什么 再说了 我花的真的是你的钱吗 是你的钱吗 你什么意思啊 你这些钱从哪儿来的 你当真以为我不知道是吧 江海 你给我闭嘴 我就要说 你能做我不能说吗 背地里做些个借不责人的事 在这儿给我装装装 我告诉你 你不要脸 我要点脸行吗 我要脸 我不想给你炒啊 你再给我说一遍 你有本事就再给我说一遍 嫌我的钱脏是吧 行啊 那你把吃我的 住我的喝我的 用的每一瓶钱 你还给我 然后你就给我滚蛋 好吧 我不想给你炒 我不炒 我没那个力气 不是 胡老婆 天大晚上 我又没惹你 我从小就比你学校 凭什么 你能花钱上辅导班 我却要接送你上下学 考试你大鱼大肉 VC补证我呢 我考完试还得回家给你做饭 我考完试还得回家给你做饭 麻生 砸锅卖铁也要够你读二一一 因为知识能改变命运 你改变什么了 你改变什么了 我凭什么这么努力 还过得这么惨 我凭什么 我毕了业以后 我就想离你们越远越好 是你死气白烈地 非要跟我到江州来 这里是大城市 不是农村老家 我醒来的每一天 都要花钱 你凭什么就觉得 靠我一个人 就能养活这一大家子 凭什么 别哭了 我知道姐 姐 别哭了 我的提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我的提议你考虑得怎么样了 好 跟你说一声 别说退了 谢谢你啊 我也没想到 我那客户会这么坑我 退了就好 钱转回来 正好给果果买教育基金吧 那这事我还正想跟你说呢 给帮忙买房子的事 我已经开口了 这次没买成 那个下次看到合适的再买 那老房子的确太旧了 所以买房子的钱 我就存在妈的户头上理财了 免得他们说我出耳反耳 想把这事情赖掉 承南的别墅我看了 好 总家太贵了 咱们这么多年的积蓄 应该都被掏干了吧 换个地方去存而已 累几天了我先睡了啊 我这个队伍不收小女孩儿 我看了全省和全国比赛的参赛章程 像那个幽六 幽八 幽十 幽十二 那这些都是男女混合的 幸福从家比赛的 那凭什么就不收小女孩儿呢 说是那么说 可真正比赛上 你看球场上 有几个小女孩儿啊 女孩子的体能啊 比男孩的体能还是差很多的 我们家果果呢 还是在冰上有些天赋的 而且他柔人性好 平时也特别有闯进 我不瞒你说啊 我之前收过一个小女孩儿 两个月都没坚持下来 你们家孩子要是真喜欢 你可以带他去商业机构玩一玩 我这次队伍啊 是要参赛拿成绩的 刘家长 不好意思啊 我们马上就要训练了啊 教练 教练 你就让我们试试吧 我们真的是想好好学学 不是随便玩玩了 你这样好不好 如果我们坚持不下来 我们自己走 大家可以看到 这里是我这个季度的工作情况 首先是业绩达成情况 超额完成了任务 谢谢 超额完成了任务 这个季度 注册用户同比增长 怎么这些关键数据都是零啊 你怎么回事啊 我看一下啊 对不起啊 我 是不是电脑出问题了 我批阅的时候只有备份 看我的也一样 大家可以看到 注册用户 环比增长了百分之三百 留存率同比增长了百分之五十 付费用户增加了两个百分点 以上数据大幅度的提升 是本次完成任务的基础 小变工啊 你现在只是边外成员 跟着大家一起练习 如不稳童坚持半年 咱们再商量后续的培养方案 好不好 那加油了好吗 走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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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球的时候要注意啊 始终保力抬头 对 出球认为 来 没您好事您说吗 不好意思 我们这次招聘的 是初级算法工程师 主要针对的还是应接的硕士 好 没关系 魏总那我让安安整理好 会记录以后我的哪里面 好 这么快啊 那我先去忙吧 江熹 你来一下 我昨天下班之前 所有的数据我都检查过了 所有的 一次小意外 别放心了 我不想看到你不开心 笑一个 笑得一点都不走心 好了 没事了 工作去吧 嗯 还有事吗 那我先出去了 还要好好修改一下 前面这些都废掉了 行 我修改一下 不好意思啊 你的提议 我无法接受 进来 魏总 我有事跟您说 说 今天幸好是咱们内部总结会 那新的总裁领总 马上就要总马上任了 到时候要在他面前 出了什么岔子 咱全部门都得跟着背锅 你先别着急 江熹的问题 其实我早就看在眼里了 我对她提出过很多要求 可现在答不到 是吧 蔡教授 你是我们产品推广部的主力军 我的左膀右臂 心腹 值得我对你高要求 谢谢魏总 您给我讲了 明雪 有时间在工作上 督促督促讲戏 找机会 我会让她注意一下 工作上的态度问题 好 明白 那我就先出去玩吧